早上天还没亮 父亲就开始穿好衣服 准备出门了 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去 害怕惊醒孩子们的美梦 戴上昨天做好的所有绳子 这时的温度还很低 因为这段路很长 需要步行很久 所以他必须包裹得严严实实 否则根本无法抵御寒冷的清洗 从这里到交易市场的车费是0.5美元 为了节省每一分钱 他只能选择背着20多公斤的绳子 步行到达那里 早上起床是所有的孩子们 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这预示着一天的寒冷和饥饿 又要开始了 妈妈为他们升起火来抵御寒冷 步行了6个多小时 父亲终于到达了市场上 这时已经有很多商贩 比他更早地来到了这里 他们已经占据了有力的位置 拿出了自己的绳子开始售卖 所以他只能选择这个地方 还好他遇到了一个认识的朋友 需要买绳子 这个朋友为他解决掉了一部分 他必须卖掉带来的所有绳子 用换来的钱 来支付借来的钱和利息 他和其他人一样 焦急地等待着买主的到来 过了一会儿 来了一位买主 买主认为他的绳子质量很好 所以把剩下的全部都买走了 他得到了大约两美元的收入 他希望每天都能像今天一样顺利 本来需要一天才能卖完 现在一上午就完成了 这样他又节省出很多的时间 可以做更多的绳 随后他就去市场里 购买一家人今天的食物 这些食物花掉了他将近一美元 本来他想多买一点 但是剩下的钱需要买制作绳子的原料 和还邻居的借款 拿着这些食物和剩下的钱 父亲又要步行六个小时回家 他仍然支付不起坐车的费用 今天妈妈没有出去工作 而是在家里制作当地一种传统的饮料 把这些烘烤过 变硬的东西分割成小块 放到这个塑料桶里 加入水和其他的一些原料进行发酵 因为没有酵母粉 所以必须用小麦粉来替代 这个过程需要六天到八天的时间才能完成 等待发酵完成就可以拿到市场去卖 换取收入来偿还所欠下的债务 母亲说只要他们两个不停地工作挣钱 总有一天会还清所有的欠款 让他们摆脱贫困的束缚 六个小时后 父亲终于回到了家里 简单地整理一下物品 父亲就坐在那里 再也不愿意站起来了 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步行 让他精疲力尽 他需要休息一下才能调整过来 虽然生活得很艰难 但是能有空余的时间来陪伴孩子 这也让父亲感到很欣慰 父亲说不管有多难 他都会带领孩子们勇敢地去面对 他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 总有一天 他们能不再被债务困扰 过上幸福的生活 关注我 带您看更多精彩纪录片 那有数据 也没 你